如果有各式的共學 讓我們增進了很多頁 也因為共學 所以我們了解各個區域 各個社區以及場域 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導覽方式 我們自己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看不到 當我們在做一個流程的安排的時候 我們本身是看不到的 可是在我們共學當中 學院跟我們的回饋 那我們是真正可以感受到說 不是我們 一味的就是 我認為這樣子就是對的 或是我這個打的方式就非常流暢的 像徐老師那天跟我講一個 我覺得非常的很有感 因為那天我們在導覽那個 徐碩老師弟看鳥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個小夜魔飛過去的時候 沒可能就說小夜魔小夜魔 可是 小夜魔是我們在 徐碩老師弟我們知道 我們在地人也知道說 這個是下後鳥 可是來了每一個社區的朋友 他知道他只是一隻鳥 可是我們都是沒有去告訴他 說小夜魔這一隻鳥 是跟我們師弟有什麼關係 我們師弟對這些後鳥的重要性 所以當我們在解說的時候 不是一味的 我們自己說 認為這個東西是我們要說的 可是你要來的人有到共鳴 有一個共鳴點 要有感受到說 小夜魔 那當然我們剛開始一定要告訴他 小夜魔跟我們的關係 小夜魔跟師弟有什麼關係 那他跟我們一個同理心 在看小夜魔的時候 他才會有那種感受 所以說 現在的師弟裡面有很多的後鳥 而且師弟現在的環境改善得非常多 那也謝謝這一次的共學 讓我們第一輪不足的 我們第二輪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改進 那現在呢 我們也來一個小小的一性節目 因為我們長期待10地 長期待10地 所以我們對一些鳥的生態 鳥的一些小動作 我們都有觀察到 那等會呢 我請我們的A夥伴上來 大家猜猜看 他現在這一隻鳥 他有個習性 有一個特別的 每一隻鳥都不一樣 大家猜猜看 來 請我們兩位小妹妹 大家猜猜看 我們這個 誰隻鳥是哪一隻鳥